民眾黨說要送賴清德520的就職大禮 519要採進民進黨部前算帳 說一場集會活動 搞了老半天 現在民眾黨比國民黨還要國民黨喔 對啊 偏偏挑在520賴清德就任前一天 到黨中央前面要來搶聲 這是要來亂嘛 亂什麼 來算帳 他們的 實權果醋 坎購熱小弟 辦一場 就是有批判 有歡笑 有感動 要創造人民共感的一場 不然在你們黨部前面幹嘛 沒有啦 最後不會有批判歡笑感動 只會有咆哮嘛 為什麼 因為我正常去找了主辦單位 因為大家搞不清楚 這場活動 說人家在就任前一天 你來北平東路前面黨中央嗆聲 你是誰辦的 結果我們找了半天 一開始找不找 後來找就找到了 新聞上面寫 這個是由立法院民眾黨黨團主辦 黨團辦的 黨團辦的 黨團立法院黨團所發起 中央黨部全力支援 我看到這句話 我覺得這次的活動跟以往不太一樣 以往的抗議 或者是承抗 或是遊行 有可能是一個政黨主辦 這一次民眾黨中央黨部 是講說全力支援 不是我們在挑撥兩個人不同 我們都知道黨團先是誰主導 黃國昌 黨中央是柯文哲 所以這一場 以目前訊息看起來 不知道柯文哲會不會去 因為柯文哲還沒有講 他要不要去 只知道館長好像沒有要去 國昌一定會去 國昌一定要到 那他就是主Key了 主Key絕對是黃國昌 所以黨團主導這場活動 然後黨中央支援 所以你想像這個狀況 這場活動最後訴求會變什麼 首先第一個 柯文哲最近以來 等一下我們討論很多 三大弊案 聲量低到不能再低 然後所有的出來都是負面新聞 他們希望能夠轉移焦點 可是轉移焦點 我不知道他們黨團 怎麼跟黨部溝通 轉移到最後 這場的最佳男主角 我跟大家直接預測 絕對又是黃國昌 怎麼會呢 都黨團了 不是那些立委 七個立委 要壯大他們的身世嗎 應該會上台啊 一排人站在那裡 然後最後講話最大聲 所有的主秀 一定還是黃國昌嘛 對 是沒錯 我們就 絕對 絕對就是這樣子了嘛 什麼 可能七個 那個八 七加一 其他七個人講話 這就是白雪公主 跟七個小二人的故事 對 旁邊七個小二人 白雪公主是黃國昌 他當然是旁問他對不對 你其他七個人都知完詞了 然後結果 那個 所有的媒體一樣沒有轉播 不是那柯文哲要不要去 這邊因為現在柯文哲 還不曉得要不要去嗎 那很尷尬嘛 不知道 好 但是他們現在營造什麼 現在他們營造的氛圍很清楚喔 他們是掛著柯P的羊頭 賣黃國昌的狗肉 他只是他的頭可以羊頭 真的啦 為什麼 現在那個氛圍很清楚 這一場遊行就是要塑造 燃綠共同夾殺柯文哲 阿伯被政治迫害嘛 這一場之後 他之後辦出來 黃國昌變成是救世主 當時啊 大家不是背著阿伯嗎 背著阿伯的那個黃國昌啊 氣球啊 氣球啊 現在黃國昌變成是民眾黨內唯一能夠救柯文哲的人 那個人變黃國昌 所以這一場我已經秀到那個氛圍了 就是你看喔 我黨團主導 不是你黨部 我出來的調性是調在 柯文哲很可憐啊 都被你們欺負啦 然後我們大家要出來 來檢討民進黨執政 過去八年 小英總統有什麼票票的民眾民進黨不做我們民眾黨來做 好 可是我要跟大家報告 他最大的挑戰是 我現在就講白了 最後挑戰是到底有多少人 有幾種可能 因為他們現在幻想一種狀況 他們想要複製今年1月12號 小草包圍警服們的景象 可是有這個動力嗎 今天你短短的幾個月時間 兩三個月的時間 民眾黨在立法院 三百多萬票給你 最後已經變成是 不出席的八個立委 沒出席的八個立委 永遠都不出席 關鍵選票都沒投 民眾黨最近以來 大家對於他的好感度有上升嗎 也沒有 柯P聲量往下掉 黃國昌很多負面的形象 然後民眾黨在立法院表現不如預期 所以最後 我覺得這一場活動最後變成是 黃國昌個人秀 最後的結果就是 他又變成是打綠第一漢將 最後得力的他 得力的什麼部分 2026選新北市長 沒有在管柯P死活 好 所以這一場感觉起來 不是應該幫柯文哲說說話嗎 那請教一下瑞德哥 那你看如果要幫柯文哲說話 那柯文哲應該去吧 還是這一場故意要献柯文哲於不義呢 因為大家都說 現在黃國昌的立場 還不會打綠 貼籃 無事科呢 最近說黃國昌 化身為微笑國昌 深入了盧州的綠營票倉 說已經打出要尊喉打綠 已經含出要尊喉打綠 那這個519這一場 是為誰而辦 為自己而辦 還是為未來而辦 為2026而辦 我記得蝙蝠俠的電影系列裡面 有一個很有名的角色 叫做小丑 小丑也是笑的啊 看起來也是笑的啊 但是你會覺得小丑是 真的是帶來給大家歡笑的人嗎 當年這個柯文哲看中黃國昌 想利用黃國昌 所以後來拉他進來 這個民眾黨還讓他當了不分居嘛 現在還成了不分居的頭嘛 帶了七個小矮人 大家都在講嘛 七個小矮人有跟沒有意思是一樣的 為什麼 因為呢 團進團出 只剩下黃國昌一個人說了算嘛 那麼遇到傅昆奇 遇到韓國瑜 哇 乖像什麼的 遇到孫子的心 把鐵丟遇到好友誼 哇 笑容客機 那哪是那個什麼咆哮昌啊 那個比吳偉雄還溫柔啊 你知道嗎 剛才遇到民進黨的人 哇 打拆拆掉 每人也會不夠的就是這樣嘛 他在走什麼路線 柯文哲在利用黃國昌 黃國昌在寄身柯文哲跟民眾黨 但是我相信黃國昌 最後的目的並不是只有這樣而已 我們現在等著看好了 黃國昌現在擺得越來越明了嘛 那麼他一定會去參選 代表民眾黨去參選 新北市長 那他現在在賭 賭國民黨在新北市 推什麼樣的候選人這樣而已嘛 我跟你講不客氣的說啦 國民黨只剩下一個最強的王牌 可以去選新北市長叫李世川 魅力沒有那麼大 但是人和很OK 我們必須這樣講 新北 台北 然後呢 包括等於說高雄等等啊 那他沒有什麼敵人 唯一的敵人 侯友誼 只有對他不爽的人 侯友誼 只要去拉拉侯友誼就是了是不是 不太爽的人這樣子而已 不要亂隱色 然後但是你去問人家 人家有說我們唯一就是黨的好選人 一定這樣講就對了 所以黃國昌在押什麼 我押去拉攏侯友誼 你看侯友誼在的地方 黃國昌一定在 在裡頭拉攏侯友誼啊 那小侯友誼是他們的 那意思你沒有發現嗎 好久一病已經大了嘛 那你知道黃國昌是何等 驕傲跟咆哮的人 對人多沒禮貌的人啊 用鼻孔看人的人對不對 怎麼會對他們這樣子呢 因為為了詮釋地位喔 那這個519啊 這為什麼會有519的 這一場這個群眾運動啊 因為很簡單 套一句上個禮拜 那麼柯文哲連講好幾次的話 519這個群眾運動叫做 唯衛救招 唯民進黨救柯文哲 做得了嗎 唯民進黨救柯文哲 如果說像黃國昌講的 他們是因為蔡英文執政8年啊 沒有落實他所講的東西對不對 那不對啊 你怎麼會去唯民進黨呢 民進黨是個政黨嘛 請問一下 蔡英文沒有做民進黨的黨主席 幾年啊 請問一下 民進黨的主席有沒有 在2022年 蔡英文因為這個選舉失利 下台了以後呢 就是這個賴清德當黨主席了嘛 你如果黃國昌 你要名正言順 你應該去包圍的是 凱盜前面的總統府才對嘛 不是應該這樣 沒有嘛 終於包總統官邸 對吧 那是蔡英文大的地方嘛 你應該是他的地方 去看他 應該是他的嘛 對吧 而且依照黃國昌的魅力 我相信絕對可以 繞一個幾十萬人 沒問題嘛 我們看看 問題 問題是什麼 我們看看 有沒有落實 我們看看 那沒問題 你現在去包圍民進黨 就沒民旗名嘛 奇怪 你去包圍民進黨 就是給那個客人吃素季 那本來還有很多白班的客人家 客人吃素季沒那麼白 就是這樣而已嘛 那你去那個地方 我們就會覺得莫名其妙 一樓也是民進黨啊 做給傅昏奇看的嗎 做給國民黨看的嗎 做給新北市民看的 因為黃國昌就是拿這個運動 他不斷地累積自己的聲量 那柯文哲為什麼 這個等於說 好像你說那天 柯文哲會不會去 那天如果柯文哲去了 那就是把自己的黨主席 踩在踐踏到腳底 為什麼呢 你用一個黨主席 去那裡 去黃國昌 怎麼像傀儡這樣 踩著你的肩膀往上爬 他算就對了啦 唯一一個最大的獲利者 就是黃國昌 黃國昌他現在為什麼 到綠營大本營 到盧州大那裡 笑臉贏人 他知道去他 他也沒這樣 他會去拿東西 我告訴他 現在對這個整個民進黨 跟他的綠營支持者來講 大家最痛恨的人 不是柯文哲 是黃國昌 為什麼 柯文哲曾經在十年前 由民進黨把他扶持 當他壯大 然後後來還咬一口 但是後來咬得更大口了 我們現在每天看到 咬更大口了 是黃國昌 那黃國昌現在其實面臨 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他的聲量影響力 都贏過他的組織 柯文哲啦 所以呢 隨著時間一步一步 接近2026年 跟你講 我們馬上要看 這兩虎一定會互搖 柯文哲我覺得很奇怪 柯文哲我想說 他六日應該動作蠻多 很喜歡講話 結果柯文哲 禮拜六去花蓮 送了康乃馨 還沒說話 不回應媒體的訪問 禮拜天在台中 有個小草訓練營 他說要討論2026 跟2028 民眾黨的未來走向跟理念 結果記者都去了 黨部也發出媒體通知了 柯文哲生氣了 說記者怎麼可以進來 這是機密 然後就把記者請出去 柯文哲怎麼了 因為柯文哲最強調 公開透明 所以記者不能在現場滾出去 不是 2026這個規劃 有什麼好講的 這是柯文哲的雙標 嘴巴說一套 做一套 公開透明 如果真的那麼公開透明 請問一下柯文哲 在台中心的時候 你為什麼偷偷去跟遠雄密會嗎 你為什麼偷偷去望望老集團 蔡老闆的省望大飯店走後門進去 我們本來還不知道 是蔡老闆做直播的時候 跟你說出來 柯文哲講很好聽啊 公開透明嘛 你看他現在做的事 哪一件事公開透明 你去年11月跟國民黨在那個密室裡面 去喬那個所謂的六人簽名的時候 你什麼時候跟你的民眾黨 集體決策的這些單位 這些中央委員跟這些黨員 什麼時候讓他們知道 這就是柯文哲的雙標 公開透明 只有在他的嘴巴上公開透明 現在就有判斷了